这是我睡的 这是我的床 这是你的床 原来这里养一家 你跟牛睡一间房 你跟牛睡一间房 1985年 河南的一个小村庄 生了五个女儿的岳家 终于迎来了第一个男孩 父母为其取名岳龙岗 然而逐渐长大后 岳岳无法再跟姐姐们挤在一起 每天只能在牛棚过夜 岳家甚至穷到 连68块钱的学费都拿不出 没有办法 穷就是穷 于是 14岁的岳龙岗坐上绿皮火车 开始了她的北漂生活 当保安 刷厕所 学汉工 没有学历的岳岳 只能干这些又苦又累的工作 做服务员时 因为多算六块钱 就被客人连着羞辱三个小时 我还恨她 从那大哥买单 一直到他走 对不三个多小时 在跟我那纠缠 各种侮辱我 那一桌 对五六个人 全听那一个人在说 没有一个人收上来 你差不多你得了 时刻中 一位听出岳岳相应的河南老乡 看不下去了 站出来说 小伙子 别干了 跟我走 当时傻乎乎的岳岳 也没顾得上问去哪 就跟人家走了 然而没想到的是 这一走 竟成了她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我在这儿认识的赵铁群赵先生 赵先生给我介绍了我师父 2003年 一位老乡介绍岳龙岗 到海湾区当服务员 在这里 她碰到了一生的贵人 赵铁群先生 虽然当时 岳岳根本不知道 德云社是怎么一回事 但不想一辈子当服务员的 她还是选择加入 郭德纲便为这个农村小伙 起名岳云棚 寓意着总有一天 她会像云层上的大鹏鸟一样 展翅高飞 不过寓意虽好 现实却很残酷 天天在后台扫地 扫地 擦桌子 给每个人准备这准备那 童云龙 我们俩一块来的 是一个饭馆出来的 她都上台了 天天我师父让她说 八人平地里头 她也 她也 不止同批学员 连后来的阮云萍 都给她先登台 来了一个新的同事 我说 把条件给她吧 让她扫吧 我说好嘞 特别开心 把条件给她 一礼拜之后 人家把条件给我了 老师说让我上台 让你接着扫 然而 正是有了这三年 不能登台的观摩 云云鹏逐渐对相声表演 有了自己的理解 找到独属自己的建盟风格 在德云社人才流失时 她挑起了大梁 在主流一贯打压下 她代表德云社 五次登上春晚 2017年作为合伙人 她再次回到大碗居 这个梦开始的地方 这中间的14年 不只是一个农村小伙 从服务员变为老板的14年 更是其改变 整个家族命运的14年 这些年里 云云鹏将自己70%的收入 都用来给五个姐姐买房子 或许是因为有个感同身受 她在大萤幕上 塑造的每个小人物 都感人至深 年初 狙击手的手印礼上 云云鹏向张艺谋求戏约 却被炒不自量力 没想到 网友半年后就被打脸 7月2号 云鹏在社交平台发文 开工干活 起IP地址显示山西 结合此前张艺谋官宣 新电影满江红 在山西开拍 不难联想到 云鹏正是在这个剧所 在电影方面 月月还真是继承了 老过的一波 早期一直被人称为烂片之王 不过后来 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和《送你一朵小红花》里 云鹏对小人物的演绎 却让观众改变看法 或许是因为自身的经历 月月对小人物的饰演 最能令人感同身受 不过据悉 本四国是邀请其出演的 却是民族英雄岳飞 原来月云鹏竟是月非后人 怪不得张艺谋点名要他出演 满江红是张艺谋寄影之后 时隔五年再次拍摄古装电影 阵容更是史无前例强大 沈腾 依阳千玺 张艺 于和伟 雷佳音 随便另一个就是影帝 而月云鹏仍被张艺谋选中 与一众影帝对戏 不得不令人期待 不过因为沈腾大潘等 众多喜剧演员的加盟 不禁让观众想起 张艺谋此前的三腔拍案惊奇 可以说在期待的同时 还真是捏了一把汗 大家期待吗 欢迎留言评论 下期再见